大家好 我是阿彭 现在到这个果地 今天还要加一点门天卖 晚上加的话就没有那么冷 如果到门天早上再加的话 那个雾水又很大 所以加那个果子很冷 所以就是今天晚上加好 门天早上就去卖 你躲这里干什么 这里果子好多 你不要摘那个果到市场出卖 去批发呗 在那菜市场也蛮多人要的 你那个菜市场一天能卖多少 去批发市场一天可以批几顿呢 那个快一点 那个批发要到桂林去批 桂林给你拉到 这里到桂林还有100多公里 156公里 那你骑早一点 问题我没有那个大车 你拉上去 最起码也要那个小车 那个小卡拉上去 拉个拉个两栓凳上去 你才划算 不然那个车费又很贵 钱一辆 但是你去卖零的话很很难卖 我就是说我一天加个三四百斤 两三百斤 我就去卖卖卖了 那你要卖到猴年马月 那也没办法 现在果子多 哪里你到批发太多了 你一下批不掉了 那怎么办 那你自己看着批吗 是啊 我就一贴一贴 卖个两三百斤 我就卖卖卖了 一贴摘一滴就行了 这个是很 这个树子才会断了 这个肯定有一个100多斤 这个结一点 所以我还冷了两次水 不一会有些就干死了 现在不会干了 现在不会干了 现在太阳不大 那个时候 干个几个月 太阳很大 你不冷水的话 它那果子就被太阳果了 加个四百斤 加不加得到 加个四百斤 明天起早一点去卖 早上多阳满一点 这是买菜的那种阳满 这里的果子 这个果子 很大一个 这些都可以 一泵子有个两斤多 这边果子不摘完了 那边摘了 那边家去卖了 早两天家去卖了 这边这种还没摘 这个大个 有些没那么急的 都大个一点 有半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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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的饱了是吧 昨天我把你喂牛 我看见你那个啰啰里面有几个好大的小蛋 那房间里面那个大 有几个鸡蛋 有几个鸡蛋 那个大的 那个是是是鹅的 鹅蛋 嗯 你喜不喜欢吃 好吃吗 没有鸡蛋那么好吃 那个鹅蛋粗一点 没吃过 我想 我想来抱一点 抱一点那小鹅来养 或者抱抱的粗 给那个鹅妈妈自己抚养 是啊 给给给个五六个给他抱抱 那里才有三个 三个他又会生的 又生又生下来就行 每天有一个吗 有十两天才有 要给他吃好一点就有没有吃好没有 给他吃好一点吃的玉米啊那种 他他就他就那个蛋就下了密一点 不也很久没有一个 你没有吃过啊 没吃过 没吃过哪些 煮两个给你吃吗 好大一个的 好大一个的 我那个鹅生了三个这个鹅蛋 还有那些是鸡蛋 这个鹅蛋要特别大一个 不过这个鹅蛋没有这个鸡蛋那么好吃 粗一点 下了三个他就不下了这个鹅 可能是冷贴的还是 吃的门那么好 不知道 看来要放了出去 游一下水才会有这个鹅蛋